第129章 此時 議控局全體外情 除了應付到處煽風點火的通心草 就是爭分奪秒 想辦法把屏蔽回響音的屏蔽器發到每個人手裡 電視 網路上各大主流媒體緊急停止了娛樂節目 滾動播出佩戴屏蔽器的重要性 可別說是普通人 就連精神比較遲鈍的特能 都無法察覺回響音的存在 因此 在絕大多數人看來 單位或者社區急吼吼地發屏蔽器的行為奇怪極了 尤其是在很多人跳出來七嘴八舌地說自己記憶被動過的時候 一開始 出來說話的人們都是真正被改過記憶的 然而等話題發酵到一定程度 裡面混水摸魚的 編故事好玩的 不懷好意的 被群體效應影響的全都七嘴八舌了起來 一個個說得煞有介事 明明只有極少數人曾被捲入過異能事件 比捲入連環車禍 中千萬大獎的概率還低 但一片非凡迎天中 倒好像人人都在疑神疑鬼 自己丟失過記憶 人人都能從日復一日的生活中 撒磨出那麼幾件細思極恐的事 不管別人戴不戴 我肯定不戴 反正我就把話放在這兒 這玩意兒誰戴誰腦癱 燕秋山拉著一車緊急調來的屏蔽器 趕到發放點的時候 車還沒停穩 就聽見了這麼一句 他不擅長調節矛盾 也沒有找打的興趣 推車門的手一頓 方向盤旁邊的枝春忽然說 你看那裡 枝春指著不遠處的一個居民小區 這會兒天已經黑了 路燈早就亮了 那小區裡卻漆黑一片 顯然是停了電 燕秋山一邊發信息給王澤 一邊悄悄地把車窗拉下來一點 就聽有人憤怒地喊 因為現在老百姓都跟過去一樣 什麼都不知道嗎 誰還不會上個網 你們拿那些東西偷偷摸摸修改我們的記憶 這回好 東窗事發了 大傢伙都想起來了 你們就強制要給我們上洗腦器 不來領 就斷水斷電 逼著我們來 一會兒是不是要把明白人都關起來 跟猪士忌似的 一人腦殼上鑽個窟窿鑽傻了 防著我們胡說八道 他們到底是什麼怪物 怎麼那麼大權力 這世界到底誰當家 我反正不待 我也不待 今天晚上天挺好 空氣也新鮮 我沒覺得有什麼需要屏蔽的 可能是要屏蔽咱們的腦子吧 王澤接了他的信 偷地雷似的 鬼鬼祟祟的從人群裡繞出來 拋過來接燕秋山 天總 咱從後面繞過去吧 這邊堵上了 怎麼回事 燕秋山皱眉說 你們吃飽了撐的 給人斷水斷電 還嫌沒打起來是吧 我沒有 天爺 冤死我了 王澤用力抓了一把 只有一層小發柴的頭皮 焦躁地說 水根本沒斷 電到確實停了 今天因為那些亂爬的植物 好多地方都停電了 搶修都搶不過來 受迴響音影響 他們現在情緒巨激動 根本不聽我們解釋 也不接受屏蔽器 燕總 求你了 找個人換我吧 派我上前線打怪獸去行不行啊 他話沒說完 身後砰的一聲巨響 有人直接動手掀翻了屏蔽器發放點的桌子 王澤罵了一聲 來不及跟燕秋山說話 轉身衝了上去 文明社會裡的絕大多數人 憤怒到極致 一般也只是提高音量 口不擇言而已 直接動手 特別還是跟公家動手 那必須得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 打破某種心理壁壘才行 之所以衝突這麼劇烈 就是因為擾人神智的回響音 領頭鬧事的人眼神已經散了 身體甚至出現不自然的僵硬 衍然已經開始神智不清了 他身後的人無知無覺 還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喊 王澤衝過去搶過一個話筒 指著自己的耳朵說 諸位 諸位 我們自己也戴了 如果屏蔽器有害 我們吃飽撐的先自己試毒嗎 誰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你戴的就是個魔形吧 王澤一把拽下自己雙耳上的屏蔽器 硬塞進一個抗議者的手裡 從發放點拿了一副新的 不信咱們換 行嗎 王總別的不敢說 在嗓門大這方面絕對是人中龍鳳 他此時手裡還拎了個麥克風 更了不得了 一嗓子足足叫出了二十里地 差點把周圍的人給喊龍了 可能是動靜太大 清心醒神 也可能是龍了就聽不見回響音了 總之 抗議的人群居然莫名其妙地冷靜了一點 王澤直接盤腿坐在了發放點的桌子上 深吸一口長氣 是 我們是不一樣 我是有點特能 我會噴水 逢年過節還老讓人當井里轉 可我家孤姨娘舅 親媽後爹都是普通人啊 還有我單位領導 家裡倒到祖宗十八倍 就出了他一個特能 剛才誰說我們迫害普通人的 我們迫害普通人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要不要連家裡父老親友一起迫害 你們現在嫌我們 歧視我們 沒準明天你們自己生個仔就是特能 信不信 8102了 怎麼還搞歧視呢 因為難以在音量上與他爭鋒 人群中的吵吵嚷嚷變成了竊竊私語 燕秋山不動聲色地混進人群裡 他受傷的骨肉最近長得差不多了 為了加速傷口的癒合 燕秋山把裡面撐的金屬片取了 腳步反而有點不靈活 有人見他腿腳步方便 很好心地扶他坐下 燕秋山就趁機對旁邊的人說 要不咱們可以試試 哪那麼容易被洗腦呢 我教你們一個辦法 現在手機上不都有備忘錄嗎 戴上以後咱們把想法都實時記錄下來 要有什麼不對勁 跟筆記一對比就能看出來了 到時候再摘不也來得及嗎 扶他的人好心一愣 這好像也可以 就聽旁邊又有一個人搭槍 要不然萬一空氣裡 真有他們說的那個有害物質怎麼辦 燕秋山抬眼朝說話的人看去 認出那個是個風神便衣 風神混在人群裡 跟周圍的人挺熟悉的樣子 似乎就住在這一片 與燕秋山目光一對 兩人又默契的同時錯開 裝作誰也不認識誰的樣子 燕秋山會議 看來局裡也不是完全被動挨打 異控局很多特能正好是普通人出身 這會兒沒有暴露身份 混跡在街坊鄰居中間 也可以幫忙潛移默化地化解矛盾 藏在他懷裡的隻身拍了拍他的胸口 陛下說得對 畢竟各族已經混居了三千年了 混跡在抗議人群裡的風神便衣 發現鄰居被自己 穿躲著猶豫起來 就微微一笑 打好了副稿 正準備再接再厲 就在這時 一道螢光突然閃過 電光火時間 直接洞穿了他的後脖鏡 誰也沒料到這變故 便衣風神的血 見了燕秋山一前進 他瞳孔皺縮 那是蜜營子彈 那便衣風神隨即被吞進了一片白光中 人群裡炸起歇斯底里的尖叫 蜜營槍是燕秋山 除了知春以外最親密的戰友 知春分他一半被子 蜜營槍佔他一半枕頭 蜜營子彈擊中異常能量體時 會炸出白光 形成一層水銀質地的薄膜 籠罩過目標全身 在同目標一起煙消雲散 那一刹那 被蜜營打中的人 在水銀膜後面留下一張抓拍式的剪影 凿下他生命裡的最後一個表情 燕秋山從那便衣風神的眼睛裡 看見了茫然 短暫的茫然過後 凝固的表情同人的身體一起破碎 被打中的特能化作一團碎末 未遁在地 人心惶惶是一回事 親眼看見當街殺人是另一回事 方才尚且能把自己不信任說清楚的人們 立刻成了驚弓之鳥 亂了起來 現場秩序再也維持不住 死了的風神原本住在這片社區裡 大概人緣不錯 旁邊親朋好友中 有人呆若目擊 有人站在原地大哭 燕秋山先是被荒不擇路的群眾 推了個列前 不知撞了誰 又被人順手扶住 混亂中 他像個沙包似的被人推來散去 快走快走 一會鬧不好要踩他 別推了別推了 燕秋山耳畔充斥著雜音 腦子裡嗡嗡的亂響 永安的隆冬太冷了 硬邦邦的西北風 冰錐式的刺破層層衣服 他四肢發麻 胸口一片冰涼 幾個小時前 那些通心草在廣場上散步恐慌的時候 易控局用了結界網 能在混亂時刻把人們強行定在原地 分批放走一面出事 這會兒他們在外面集中派發屏蔽器 結界網設備其實也是現成的 可是密營槍殺死自己同事的衝擊力太大 在場特能們卻沒能在第一時間反應過來用它 特能外勤們接到的命令是無論如何不許動手 不許出現任何意外傷亡 他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普通人的信任 只有地面外勤無可挑剔 後續發聲才有聽眾 直到第一顆密營子彈出堂前 外勤們都做得很好 一來是多年來被15人紅線壓著緊言慎行 他們都習慣了 有一套成熟的行動準則 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特能打心眼裡是有優越感的 特能尤其是外勤 面對普通人就像兩米高的壯漢 面對走不紊路的嬰兒 力量相差懸殊 基本可以說是絕對安全的 不怕 所以心裡有底 大多數情況下也能相對寬容 哪怕被人誤解 口頭上受點委屈 也依然是成竹在胸 游刃有餘 願意冷靜地解決問題 然而這顆橫空而出的密營子彈改變了一切 這時 內線的緊急通知接入 先紅的警報符號下是一行觸目驚心的小字 總部一批密營槍被盜 目前下落不明 請各部門同事千萬小心 沒人顧得上細想內力密營子彈是誰打的 目的是什麼 所有特能心裡同時意識到了一個可怕的事實 密營子彈能繞過普通人直接攻擊異常能量體 專打特能 而且開槍根本用不著任何特殊能力 幾根手指摳摳扳擊就行 普通人甚至不用擔心走火 特能忽然不再安全了 並且一下子變成了瑟瑟發抖的少數派 周圍不懷好意的目光後 都有致命的刀光 千夫所指 職強者一個苦笑 卻能讓恐懼的弱者發瘋 王澤 知春最先回過神來 從燕丘山的外衣內袋裡 抽出威形對講機 顧不上暴露自己 喊道 發什麼袋 再讓他們亂跑 要出事了 王澤激令一下 對 開啟劍器 你們 他話沒說完 又一道螢光掃過 特能外情悚然而動 各色的防護術法四起 有水有火 還有亂蹦的電火花 王澤一貓腰跳下桌子 顯顯地避過了第二顆秘銀子彈 那子彈卻擦著他的頭頂 扎進了他身後的儀器堆裡 不知引爆了什麼 一聲巨響 整個發放點都給掀翻了 屏蔽器 各種設備碎得到處都是 結界網也沒能幸免 本來好心搀扶燕秋山的人 突然聽見枝春的聲音 定睛一看 嚇得猛地推開了燕秋山 娃娃在民間傳說裡 向來不是什麼好角色 不是詛咒工具 就是鬼故事的主角 燕秋山一個沒站穩 摔在狂奔的人們腳下 眼看要被無數隻腳踩過 他倉促之下舉起金屬拐杖 用力往旁邊一戳 拐杖在他手裡 便形成了一個半弧形的盾 把他罩在其中 方才推倒他的人 只是下意識反應 沒想謀才害命 本來有點後悔 才要冒著危險上前邋遢 正好目睹了拐杖變成盾的全過程 瞠目結舌地縮了回去 與此同時 第三顆密銀子彈射出來 被燕秋山的特能吸引拐了個彎 王澤大叫著想衝上來 卻被人群擋住 燕秋山的視線被金屬盾遮住 一時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 王澤目刺欲裂 密銀洞穿了金屬盾 刺眼的螢光鑽了進去 同一時間 赤淵上空突然電閃雷鳴 峽谷深處 氣流們在半空中不安地翻滾 刀衣向條鏡中指手的牧羊犬 將它們趕向地勢更高的地方 走到半途 斷後的刀衣充滿憂慮地回頭看了一眼 只見地面緩緩開裂 岩漿的氣息冒了出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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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